北京时间12月18日 WKG综合格斗赛 时隔三年再次回归深圳 来自中国、法国、巴西、马达加斯加、塔吉克斯坦等五个国家 20位顶尖的格斗好手将捉队厮杀 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场激动人心的MMA大战 在十场比赛中 有七次终结三次降服四次KOTKO 只有三场达到了比分判定 负赛第一组 拉赫米丁贝科夫VS猎豹塔斯肯托尔红别克 塔斯肯在第一回合十分强势 多次尝试降服 最终他以罕见的小腿肌肉切降服贝科夫 负赛第二组 何嘉豪vs拖列巴赫提江 打满三回合 何嘉豪凭借更出色的表现判定获胜 负赛第三组 迪组万苏萨·席尔瓦VS彭会 比赛开场席尔瓦便迅速前压 不断缩近两人间的距离 在将棚会带入地面后 他很快便尝试十字顾 最终首回合十字顾降服胜 负赛第四组 黄悦乐VS也得力 这一场比赛是当天最值得期待的比赛之一 黄悦乐冲击自己的第十场连胜 比赛开始后 黄悦乐令人出乎意料的在对手所伸长的领域 拿到了不小的优势 最终第二回合裸脚降服获胜 负赛第五组 欧贝拉VS获昌胜 两人在赛前对试时便爆发了激烈冲突 赛场上也是火药位十足 但是由于欧贝拉战力技巧出色 步伐灵活 霍昌胜很难将其摔倒 反而在战力对拼中吃了不少重拳 最终三回合打满 欧贝拉判定取胜 主赛第一组 杨福冲VS达尔米斯扎乌帕斯 达尔米斯第二回合地面砸拳终结杨福冲 再拿一场胜利 将自己的职业战绩刷新为六连胜 主赛第二组 陈静VS夏连阳两人在对试时产生了冲突 互相出手推散 在比赛中也是火药位十足 夏连阳并没有过多试探 每一次出拳都是重击 第一回合刚刚进行不到一半时间 夏连阳将对手避之类抬边 连续轰出数十计百拳勾拳 直接在战力状态将陈静打晕 拿下一场KO胜利 主赛第三组 热格针VS达尼尔努尔波利 71.3千克超重 双方打满三回合 热格针一致判定获胜 主赛第四组 张静VS比多拉伊尔哈利 比多拉的经验显然更加丰富 在场上也占据了主导优势 张静则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